带你到菲律宾马尼拉一起来参与菲律宾锦绣装饰宗亲总会 举办的第十九届董事会 即第六十九届第七十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那么在典礼中 庄汉湘从卸任理事长庄仲华手中接过应信 成为新一届的理事长 春午十一点 贵宾们陆续抵达菲律宾锦绣装饰宗亲总会大礼堂 每个人都先在贵宾部上签名 并安排到会场内入座 菲律宾锦绣装饰宗亲总会 第十九届董事会 即第六十九七十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在菲律宾至亲学会武术社 祥师宪瑞锣鼓声中正式开始 起开五十多桌 而局时一到 担任监视员的庄江苏副董事长 为菲律宾锦绣装饰宗亲总会 新届干部进行监视 并监督新旧理事长交接应信 新届理事长庄汉湘 从卸任理事长庄仲华手中 借过应信后 正式接任第六十九七十届理事长 也象征着将全力推动会晤的决心 菲律宾当时中间总会继承 成立以来一近九十个初旧 历见理事长及党辈 主党高建养洲 本标团结共生 共享和平 共享社会的精神 坚鼓创慧 鼓声精盈 此位物 清新向荣 精精力上 我们在菲律宾的装饰的中心 历来为我们社会 为我们的华宣 输送了许多接触的人才 许多成就的 企业家 我们的中心会 在第一届的顶道人的努力下面 尤其是我们四十八线的理事长 现在的董事长 接吻中党的领导下面 我们的中心会会部 真正流畅 庄汉湘据实实则 期盼大家团结 同心协力 尽最大努力推展会晤 为中心们蒙福利 求同存异一起打拼 也希望能在这些 你坚持同德的协助支持下 大家同心合作 大功无私 牺牲小伙团结一致 在未来的两年 追随前辈们的提及 为弘扬中华文化 为增进中心们之间的团结 为本会培育更多的人才 尽一点为国的力量 庄汉湘也赠送感谢牌 给卸任理事长庄仲华 监视员庄江苏 以及主兵庄金耀等人 感谢他们对总会的支持与贡献 新届理事长庄汉湘 目前是乔务咨询委员 菲华文经总会评议委员 菲华青年服务团总团部咨询委员 以及菲华消防救灾联合总会副会长 不动在庄汉湘率领现届干部 向大家敬酒后圆满结束 台湾网络医学王永新 菲律宾玛尼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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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